據象徵性的紐約地標 自由女神像罕見遭遇地牛來襲 不停晃動 一旁水面波紋 顯示震度可不少 美國東岸四月五號上午 發生罕見的規模四點八地震 這將距離紐約市僅七十二公里 不論在家待著去剪頭髮 還是外出和咖啡 都感受到一陣天搖地洞 嬰兒床上寶寶也被震醒 就連總部位在紐約的聯合國安理會 當時正召開會議 全場嚇傻 這也是二零一一年以來 紐約感受到最強烈的地震 更是紐澤西兩百四十多年來最大 從波士頓廢城到華府 超過兩千三百萬人有感 鮮少碰上地震的東岸人大驚失色 大批鄉民湧入X留言 說是這輩子第一次感受地震 更不罰紐約人嘲諷回應 紐約要變洛杉磯了嗎 東岸人拒絕任何西岸來的東西 歪樓佔東西 甚至因為地震太罕見 當地店家活速製作地震 海鮮報導